鱼友们最近很多人在购买新鱼的时候 鱼到家之后都出现趴缸冲血嘴烂烂棋的现象 更有鱼友买回的鱼是高价的老头鱼 还有新鱼开包的时候嘴下面烂了 说运输的时候是撞伤的 许多鱼友也是吃亏严重 咱们在选购鱼的时候 一定要让商家给拍养鱼的池子缸里的水质 看看是否是透亮油亮的水质 如果说泡沫过多不要选水屋不亮不要选 选鱼的时候360拍视频看 大脑袋小身子的不要选 肚子凹尽你的不要选 有一点伤的不选 掉鳞的不选 嘴发红的不选 七起有问题的不选 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发鱼前再次拍一个视频 确认一下这鱼是否有问题 您关注我就是对我的信任 我并不让您吃亏 买鱼合缸需谨慎 希望大家给个双鸡支持一下 喜欢养鱼您关注我